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至于宝贵师的很多的工作 就扩展到圣灵的神的全能 就也同样的发等号上去 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 这个问题不很容易解释清楚 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 也必须要有分辨的能力 就等于我们说 耶稣就是圣子 圣子就是耶稣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 耶稣在世的时候 作为耶稣是人子的话 他不能行使圣子所有的权 这并不是说我们的耶稣的权给剥夺 而是他自愿放下 这是在菲律比书有很清楚告诉我们 圣灵其实也是一样 他来做宝贵师 他还是圣灵 还是独一真实中的一位 但是作为宝贵师 他绝对不是来行使 神的全部的能力 他有他自己做见证的方面 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向父祷告 今天我相信耶稣 他重新回照荣耀 作为圣子 跟父子之间有交通是合一的 但没有什么宝告的问题 圣灵今天是宝贵师 他也必然要荣耀耶稣 他作为父子生灵中的一位 这没有什么 我荣耀你 你荣耀我 因为他们是平等的 那荣耀 如果说父子圣灵的三位中间的一位的圣灵 他要去荣耀圣子 那么圣子要不要荣耀他 这个当然不是我们能够回答的问题 但是可以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明白的一点 往往为什么我们说 有一个时期教会里面追求灵的一些弟兄姊妹 犯的错误在哪里 就是把宝贵师的这一个身份地位 就是说跟圣灵的 全能的 独一真神的地位 完全化灯号 那么换句话就是说 我们从耶稣降生为人的事情 就是说当耶稣在世做人的时候 就跟圣子完全化灯号 那我们可以知道 耶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 他虽然他是独一的神 却不宜与神同等为强夺了 反倒虚极去了奴仆的形象 即使奴仆的形象就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我们说作为圣子是没有死的 且死在世之下 所以这种事情 特别就是让我们明白 我们都知道耶稣有神人二性 其实圣灵今天 他也是在奉差的阶段 所以你如果把他 就直接跟圣灵完全化灯号 必然会产生了一些火热 那么我想这个呢 我想等一下我还会给地球姊妹 先讲这个问题 当然这些地球姊妹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知道 耶稣为什么一再地要蒙徒等候 要等圣灵的降临 那就是说教会的工作 必须等圣灵来主导 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 带领我们感动我们 在教会里面所做出来的一切的安排 我们会看到初期教会所有的一切安排 绝对不是说初期教会的那些领导人很有才华 而是因为圣灵直接的主导 今天我们是寻着他们的教宗 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 基本上可以说 就是跟他们当时的情形差不多 那么当然弟兄姊妹 我们说这个圣灵从天降临 这个降是在中文我们用了一个降 其实在原文没有降这个意思 就临到圣灵向来在地上 在旧约就有 但是我们说到了做宝会师的时候 他有两个特性 那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 第一个住在我们里面永不离开 所以我们把它叫圣灵的内住 这个在旧约是没有的 就是在先知的身上旧约 圣灵灵灵灵灵道他做工完了 可以说圣灵并不是住在他的里面 所以这个以色列明是没有这一个部分的 这个只有教会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他就是神 所以也就是神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同住 这是一个具体的体现 另外一个 圣灵作为宝慧师 今天 他要做的 那就是要荣耀耶稣 做主的见证 把授予耶稣的 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真理的内容 所以圣灵又叫 真理的圣灵 那这个真理的圣灵特别就是 指着他在做宝慧师的 这个阶段 今天弟兄是没有的说 他让我们能够明白 真理的内容 没有圣灵 我们今天的认识师 会非常肤浅 我们不能说完全不明白 世界上的人 他对圣经你真要去看 他也能看懂一点 但是有很多真理的内容 他看不出来 今天对我们 跟世界上的人看圣经 应该有所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二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二十六节 我们一通来念 但我们要重复那里 猜跑会失来 就是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今天就只没有我们说 在这个地方 耶稣讲得很清楚 他来了为我做见证 那是因为他是宝慧师 作为父子圣灵 作为父子圣灵 我们说他们是合一的 他们也其实是同意的 今天经文说 我们说这里面没有什么 你为我做见证 我为你做见证 自碰自解 对不对 那就成了没有意义 那是圣灵的工作 为耶稣做见证 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来 对圣灵的那一个 耶稣他降师的时候 有神人二性 圣灵我们说 他们不是来做人 但是我相信圣灵 在目前也是有这样的 两重的身份 他还是独一的真神 三位真神 三位真神中的一位 但是他也是奉差 在做宝慧师 这一个身份 我相信对圣灵来说 并不是永远的 我相信当我们教会 到天上去了 还要不要宝慧师啊 应该这个使命完成 但是并不等于不要圣灵 圣灵还在不在 还在的 他作为三一真神中的一位 那是从永远到永远的 作为三一真神中的一位 他是独立行事的 但是作为宝慧师 他其实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虚致 今天他绝对不会强调 我是独一真神 所以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今天第一次 我们说有的人高举圣灵 其实我想 你高举圣灵 可能你的用意是很好 但是圣灵 不一定你能够讨好他 他不一定会喜欢 因为他要忠于自己 奉猜的使命 所以像这一节 我想我们看几书圣经 第一个我们再看 原案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 原案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 除了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生过天 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 从天降下 那是他来做的 但是人就在天 他没有失去 是三一真神中一位圣子的地位 这个情形怎么样来理解 不是我们能够解释的 因为对我们来说 你在这里就不可能在那里 因为我们是肉神 我们是肉 但对神来说 无所不在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 在哪里的问题 他降生为人 并不等于天上缺了以为 对不对 我们知道有一个细端 但他也就是讲 如果是三一真神 耶稣是圣子 他做人的时候 天上就成了两位了 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 这是六论 我们把它叫异端 今天我们说 耶稣其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 那为什么我在这里 要把耶稣的这些事情 跟姊姊妹讲一下 因为奉差 圣灵今天也是奉差 耶稣奉差 有一段时间 我们说耶稣奉差了多少年 三十三年 对不对 当然我们说不一定是三十三年那么准 但基本上大家认为耶稣的一生 他降生为人 等到他定时 复活 升天 回到天上 他那个奉差的使命怎么样 也就结束 这个奉差的使命的中心是什么 做成就恩 所以定时之下 埋照 复活 升天 这一个是最后 救恩做成的一个宣告 为什么我们说 接下来那就是圣灵奉差 因为接下来 救恩做成了 需要施行 在施行的中间 耶稣知道 教会 虽然有使徒 但是不行 必须审亲自来 主导 来施行 教会只能是配合的 今天我们的工作都是配合圣灵做 但是中心是一个 见证耶稣 那并不是要高举耶稣 而是因为见证耶稣就是传扬福音 因为这是福音的中心内 今天第二次妹 我们说 耶稣在施的时候奉差 祂没有求自己的荣耀 当祂升天的时候 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 祂进入荣耀 基督如此受害 又进入祂的荣耀 岂不是应该的吗 祂做成了救恩 祂进入了荣耀 今天圣灵来到地上 圣灵不会来到地上了 祂会荣耀自己 祂不会喜欢人来高举祂 我们高举耶稣 传扬福音 神的荣耀 那就是我们圣灵作为保慧师 最大的目的 也相信那就是祂的安慰 所以我们说 耶稣奉差的时候的那个情形 在地上的时候那些情形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 圣灵今天虽然祂在人间 奉差不是来做人 但是祂的使命 在约翰福音有很清楚的 那么这些内容 往往有些地上神明 不一定去注意它 其实这些 却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个内容 然后第二处 我们就是要念了 《菲利比书》第二章 《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五到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 对 今天第二章 没有我们说 每当我念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常常在想 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写这一段 我们都知道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说法 那是耶稣在世时候的心态 对不对 这个心态相反的 在四福音里面倒没有写 在这里倒写出了耶稣的心态 保罗根据什么来写 我们都知道心态 不是一个事实过程 一个真正的心态 是需要人自己反省 自己承认的 别人要写你的心态肯定是不一定对的 对不对 那只能是一种猜测 保罗为什么能够写出来 圣灵启示他 因为圣经都是神的门事 都是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让保罗在当时写到这里 忽然就写下了这段话 都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保罗在这里特别着重了耶稣的一个心态 放弃自己的权力 谦卑顺 作为圣子没有这个必要 神不需要谦虚 因为没有比神更大 他至高无上 他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但是我们说当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却是不以自己与生同等为强夺 虚极 取了独孤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纯心顺服 以至于死 死在世之下 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做成救恩的过程 但是保罗在这里的重点 是表明当耶稣在世的时候 从来没有强调 他仍然在天 还是圣子 他站在一个人的地位 所以他向互祷告 他也会觉得累 他也会饿 这对神来说没有这回事情 但因为他是人 他要经历人所有的一切 当然他没有经历人的罪 但是我们说 他是实实在在的来做了一个人 到他在做人的时候 他是谦卑顺服 最后定是在十字架上 在神那里 他就是做成了救恩 那么弟兄姊妹 我常在想 为什么圣灵要感动保罗写这一段话 我相信这不仅仅只是在告诉保罗 你要把耶稣当时的心态写下来 今天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能够明白了耶稣当时从神降生为人 那一个牺牲 那一个谦卑 那一种顺服 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 我们怎么样的偏向 我们怎么样的谦卑 我们怎么样的顺服 都是不够的 对不对啊 因为没得比 那么难道仅仅只是这一些内容 我相信圣灵在这个地方启示 其实 当然这可能 我不敢说 那就圣灵一定就是这样 但是我相信 圣灵不会说 我奉才不同 我不需要自己谦卑 因为我是要来做元帅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耶稣就指出来 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圣灵并不是来另立中心 圣灵并不是来自己 重新来立一个时代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时期 这种妞论也是很多 圣灵时代 耶稣时代 耶和华时代 我说把耶稣时代都挤得只剩几年了 今天就这么说 我们说 其实从这一线就可以知道 圣灵来了 绝对不是开创自己的时代 圣灵来了 并不是来做一些 他要做的什么工作 圣灵来了 他是在执行神的命令 那么他就是神啊 为什么还要去执行神的命令 当他作为保会师的时候 他的责任 按照耶稣的教导 那今天如果说商议政策 大家都是平等的 今天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教导呢 我有我的道理 我照我的一套来做 那就是你把这个商议政策 变了三位省 大家闹矛盾了 对不对 那我们说其实不存在这一个事情 所以从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明白 圣灵启示保罗写下 耶稣在诗时的心态 他自己在奉差中 应当也必然是同样的虚极 不以自己是三意真神为强夺的 甘心做我们的保会师 以荣耀耶稣为使命 当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情形了 这个时候我想我们也就可以懂得 今天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做 来对待圣灵的问题 有的时候有些人把高举圣灵 就高举到独一真神中的理由 我们说他是独一真神中的理由 但是换句话就是说 为什么善意真神中你要偏偏去高举圣灵 而不是高举圣福圣子呢 那不是你具有意的挑拨吗 那有些人当然我们说 他又觉得现在因为是圣灵 是因为他奉差 那你要知道他奉差了 他自己本身并不希望你去高举他 他的目的荣耀耶稣 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这些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清楚地告诉门徒了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对不对 在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 他来了不是要荣耀自己 不是要讲述自己的一套道理 要授予我的告诉你 而今天授予耶稣的 可以说耶稣虽然不一定 他在使所有的话 所有的教训 所有的比喻在四福音里面都记全 约翰福音最后 约翰也就讲 耶稣所做的许多事情 如果都要记下来 这个世界都放不下 但是怎么样 他基本上的 原则的 关键的 应该都会有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 对于圣灵 这第二方面 我们可以有一点认识 然后我们再来看 刚才我们念的第十六章 我们念的是第十四节 我们现在念一下第十三节 十六章 第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值得真理的圣灵来了 祂要领导你们 领导一切的真理 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一定要把将来的事 告出你们 在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将来的事 这些事 那十三亿真神 他们都同样的知道 因为这是独一真神 都同样的是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至高无上 但是我们说 在这里耶稣这样的讲 因为耶稣就告诉我们 圣灵奉差来做宝贵师 祂的工作不是代替耶稣 令到一套 也不是解替耶稣 令利中心 这个为什么我要在这里 反反公布的这样讲 我们中间不一定有这个情形 但是我们会碰到 在教会里面 有这类情形 今天借助高举圣灵 实际上那就是怎么样 让耶稣变了名誉主席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在教会里面 往往圣灵就是代替了耶稣 另一套 而且解替耶稣另一种心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这些人自以为是高举圣灵 其实我相信 宝贵师绝对不会喜欢我们这么做 当他奉差 他一定是忠于 他奉差的使命 这个奉差就指定 你不要以为那是耶稣踩他 耶稣讲得很清楚 我要求父 宝贵师是谁踩来的 是父踩来的 父是山以真神的代表 所以这个菜类 父子圣灵是一致的 圣灵他也是跟耶稣 圣子降生为人一样 他是须指来到我们的中间 目的是怎么样 继续耶稣做成的救恩 来实施救恩的使命 在救恩的事工范围 中心就是耶稣 内容就是耶稣的教导 在救恩的范围 在神的国度 这个中心就是父神 而这个父神 他是父子圣灵的代表 对这些我们有的时候解释 不能解释得很具体 也解释不透 你讲得太多了 可能你就会讲错 但是这一点就是 我们是都能明白